记者年香晚台北报道,刘以豪出席包养品活动,他与宋云化合拍电影《带我去月球》曾传假戏真作,宋云化又在近期分手,同是单身的两人凭被凑作堆,刘以豪被问两人有无恋情萌芽可能不仅没否认,还大方认了有被宋云化电道,有场戏导演要我纯赞他很美,我整个被电道不是开玩笑的,修认至今被电道。 感觉依旧存在,刘以豪出席一日店长见面会,记者陈一宽舍,他受封国民男友,却已单身五年多,经哀怨喊过去一人在外吃饭,长一碗洋春面就打发,这次能在新片中大谈校园纯爱相当享受,也是圆了我的愿望,因为我在高中时代没谈恋爱。 他与宋云化曾因合作爆绯闻,聊起拍摄花絮,他投入有一幕导演要他看着宋云化喊好美,他一开始是戏时被嫌不入戏,没想到正式来时,他近距离紧盯宋云化时,瞬间被电道,那时候真的是发自内心,觉得他好美。 现场他在被追问,现在还是觉得宋云化美吗?他秒回恩,谈言至今内心人会忍不住冒出好美两个字。 刘以豪谈绯闻相当保护宋云化,记者陈一宽舍,他自曝早就预期两人会被凑成一对,早在宣传期开始前,就先打电话给宋云化报备。 我有先打电话跟他说,可能会被问这些问题,见媒体不断追问两人互动,还有没有近距离看过宋云化? 他难眼慌张,一度崩溃仰头,你们,媒体,到底想怎样?是没有需要这么近的看他了? 访问委身更笑喊,我应该不需要再打一通电话吧? 听得出相当在乎女方感受,刘以豪做宋云化合作,带我去月球曾报出绯闻,记者胡顺祥社